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龚俊言传身教,呼吁粉丝亮丽而行,会不会胡了自己? 龚俊Simon 抄话发文呼吁粉丝们买代言票要亮丽而行。 说实在的,亮丽而行,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最重要。 大概在山河令的温客之行之后,龚俊一炮而红的事实已成定局,可以说已进入了当代流量小声的行列。 此外,他还认为是火上浇油。许多资本都将其视为纪幽谷,不但接戏会更多,代言也会越来越多。 但与此相对应,负面炒作也不在少数。 近日,爆料中的三亚恋情这一段戏码,引来吃瓜群众再一次上线,在瓜田里蹿上蹿下。 不但养肥了一批型消耗,更是将龚俊再次推向风口浪尖。 现在的内地娱乐圈,已经隐隐有一种风气,如果当红小生的人设站不住。 不管实力如何,都很难圈住粉丝,所以三亚恋情这件事其实对他自己。 以后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影响,可以说对未来的发展买下了很大的隐患。 对吃瓜群众来说,一个巴掌拍不响,尽管在这街骨眼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。 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徐木禅,徐木禅总是和往常一样,卡点发和二人转。 也充满了暧昧感,不禁让人多了猜疑。 另外,七夕情人节当天。 两人的甜蜜互动也让人感觉到这绝非巧合。 因此现在龚俊的《量力而行》的言辞,确实会给人一种趁火打劫的感觉。 成绩还能捞到一张票,相信很多歌迷看到偶像的这个代言。 不但不会量力而行,反而会将这句话作为鼓励,不断花钱买票。 由于他们清楚,代言的数量往往能反映出这款偶像的热度,并决定其在娱乐圈的排名。 尽管现在偶像明星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,但谁又能成为一股清流呢? 在龚俊没有火之前,人们称之为胡得很开心,可以无忧无虑地做自己的事情。 没有太多偶像包袱,但今天这次的操作到底能不能胡自己? 最终还是希望粉丝们保持理智,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,而让偶像丢脸。 作为一个偶像之希望粉丝们,不要因为自己着火而让粉丝为难,他之希望粉丝们开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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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